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讲道跟人不一样 我的思路跟人不一样 因为我不要削任何一个人 所以起初我受过一两个传造人的影响 大家说我讲道很像他 后来慢慢发现不行 我要向上帝负责人 我就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传古老的道 那么很多人就批评我 这个人标心立意 这个人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 他讲的东西一大堆提到 哲学的问题文化的事情 根本和事情没有关系 他不是在讲道 我也不为自己辩护 我也不必攻击别的人 我只能照着神给我引导讲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知识分子的头脑 没有办法转过来信耶稣 因为没有人把他们所有的困难 在理性方面的拦阻破除 所以他们永远困索在那里 那如果你所听的 你所讲的是那一套过去的八股的道理 他们不接受 你就可以永远批评他们 信这么刚硬 为什么不信 当你用一个木头的刀 来割玻璃的时候 你说这边玻璃其无此理 不要让我割 这样硬 玻璃说你什么资格割我 你是比我更软的木头 你怎么能割我 你只能用钻石刀割玻璃 因为钻石比玻璃更硬 听懂了吗 我就发现 为什么今天很多知识分子不归向主 为什么很多有希望的人 轻看基督教 还有一些人尊重基督教 但是藐视基督徒 很多人知道圣经是伟大的作品 但是讲台是烂货 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我很不厌利 基督的威严 基督的圣灵在知识界被破坏 被诋毁 被羞辱 所以要立定心智 在上帝面前 成为向知识分子进京的传道 把最刚硬的头脑把它打破 把最自以为意义的知识分子 把它拉下来 让基督坐在他心灵的宝座上 所以结果我发展的讲道法 我讲到的内容 我讲到的口气跟人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我不厌利受所谓的传统的 金钱的那些外貌 跟那些传统的价值观 跟传统的模式 当作标准来塑造自己 对 谢谢大家